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比习、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谈 同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五党派人事代表座谈并共赢新春 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 向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新当选的领导班子成员表示热烈祝贺 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五党派人事 向统一战线广大成员致以诚挚问候和新春祝福 他强调 2023年是学习贯彻中共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希望和挑战并存 希望大家全面学习贯彻中共二十大精神 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屡职尽责 在宁心俱力、服务大局上发挥更大作用 动员激励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而团结奋斗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 九三学社中央主席伍维华 台盟中央主席苏辉 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先后发言 分别介绍了各民主党派工商联 在中共中央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下 顺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圆满完成换届工作情况 以及下一步工作打算 无党派人事代表习南华也做了发言 他们表示 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二十大精神 深化政治交接 全面推进自身建设 积极履职尽责 为实现中共二十大确定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 在认真听取大家的发言后 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 他表示 再过几天就是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了 很高兴与大家欢聚一堂 共赢新春 畅旭友谊 共商国事 习近平指出 2022年是党和国家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 也是我们党明确提出统一战线政策一百周年 各民主党派深入开展 始至不渝跟党走 携手奋进新时代政治交接主题教育 不忘合作初心 弘扬优良传统 思想政治共识更加牢固 各民主党派中央和无党派人士 围绕改革发展稳定中的重大课题 深入调研 开展民主监督 为中共中央科学决策 有效施策 提供了重要参考 全国共商联推动实施 万起星万村行动 引导民营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实现高质量发展 他代表中共中央 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 习近平强调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始终同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 团结奋斗 是多党合作的根本政治基础 各民主党派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 第一位的政治责任 就是传承政治新火 深化政治共识 始终保持同心同德 团结奋斗的政治本色 希望大家把学习贯彻 中共二十大精神 作为深化政治交接的重要内容 加强思想政治引领 引导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中共二十大 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 要巩固拓展 中共党史学习教育成果 适时开展新一轮主题教育活动 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政治认同 思想认同 理论认同 情感认同 习近平指出 实现全面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 需要全国上下 团结奋斗 希望各民主党派 把多党合作所长 与中心大局所需 结合起来 在参政议政中 聚重制 在民主监督中建政言 在政党协商中限量策 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 好帮手 好同事 要聚焦 构建新发展格局 落实两个毫不动摇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等重大问题 深入开展调查研究 积极建言宪策 要丰富形势 拓宽渠道 不断提高民主监督的 针对性和时效性 要引导广大成员 和所联系群众 坚定信心 增强斗志 勇于战胜 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 全国工商联 要推动 汇起纾困政策 落地建效 帮助民营企业 解决实际困难 增强民营经济发展信心 习近平强调 发挥好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优势 需要各民主党派 加强自身建设 不断提高政治把握能力 参政议政能力 组织领导能力 合作共事能力 和解决自身问题能力 希望大家传承 与党同心 爱国为民 精诚合作 敬业奉献的多党合作 优良传统 努力成为政治坚定 组织坚实 屡职有力 作风优良 制度健全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 要着力加强领导班子建设 搞好团结协作 充分发挥领导班子整体功能 树立务实进取 清正连结的良好形象 今年是全国工商联成立70周年 要继承和发扬工商联优良传统 坚持改革创新 加强代表人士教育引领 更好发挥桥梁纽带和助手作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统战部部长石太峰 和中央组织部部长陈希 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有关负责人 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参加活动 参加活动